那看完刚才的一些回放实录 我们来看一下环境人像我们拍摄的一些要点 那让我说呢 我觉得环境人像最重要的 首先一个是光线以及光线的方向 二来呢是人物与环境的一个和谐的融合 三来就是整个环境对于构图的一个影响 和对于构图的一个构成了 我们来逐一的分析一下 因为环境人像你每一次拍摄 可能你所面临的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难说有一个准则 你这个准则可以万事万灵 那我觉得可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不妨在我们实践的拍摄中 可以建立自己这样子对于拍摄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法则或者自己的一个习惯 我们先逐一来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左上的这张图片 是一个女孩子舒适的躺在一个榻榻米上 那光线是从左边的窗户 均匀的漫射投射在女孩子的一个身上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均匀的光线 那女孩子是舒适的躺在这个榻榻米上 是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上是算是可以是一个卧榻 所以人物和环境的融合 我们是让它进行了一个躺姿 那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环境对于构图的一个影响 我们看到画面中这些花瓶 疏密有致的散落在画面的一个上方 对吧 女孩子的面前是空的 其实是我们故意在女孩子的面前进行一个留白 让我们的画面不至于透不过气 因为你试想一下 如果整个画面上都分布这些花瓶的话 可能你的画面就会太密了 透不过气 那留白其实也是更好的 可以让我们有重点的去观看我们画面的一个视觉中心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女孩子的一个躺的姿态 那如果说刚才的这一些都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画面的构图 那女孩子这个手部的一个线条 包括她的目光的一个引导线 其实都把我们读者的一个视线 引导到了她手上的这个小白兔 也就是我们画面中最具有兴趣点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吧 她手部的一个线条和她的目光都最终影响了这只小兔子 那整个画面就是既有整体的一个美观 然后又有局部的一个亮点了 那我们再看到下面这张图片 下面这张图片 诶乍一看我们发现整个画面是一个比较暗色调的画面 对吧 比较暗色调 那我们的光线其实是从我们左边的窗户 射向我们屋子里面 射向我们女孩子的身上和面部 你可能会说 哎呀好巧啊 正好是打亮了女孩子的脸部 其实并不是巧 是我们故意让女孩子面向窗户坐 脸也是面向窗户的朝向 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全部是暗的环境中 可能如果我们的女孩子的脸部是亮的 那可能她就是环境中最明亮的位置 那肯定在一个全暗的环境中最亮的位置 肯定是我们视觉的一个集中点和焦点了 所以我们把她的脸影向亮的地方 让她的脸部成为整个画面的一个中心 那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是很多花瓶直立在这个床板上 对吧 如果我们撇开这个女孩子来说 是整个画面 是很多花瓶直立在这个床板上 那女孩子应该是怎么做呢 那这个坐姿我们在这个画面中 其实也是花了一点小心机的 女孩子斜斜的坐在这个床板上 那她整个身体其实是一个曲线 对吧 其实是一个斜线 斜在画面中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床沿 床沿是构成了另一条曲线 也就是说 在这样子一个横平竖直的画面中 女孩子和床沿又形成了 这样一个有趣的一个架构在当中的一个居形 其实是有点斜斜的 那整个画面 那又增添了一点灵动的一个气息了 那如果是想像上面一张图片 如果女孩子也是躺在这个画面中 那可能就失去了这样子一个大的线条 那整个画面可能就显得过于的平淡 同时也会被这些花瓶挡住 射上她的面部的光线 让女孩子处于一个暗部中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姿态 一是去改善了画面的构图 二也可以让整个光线可以分布的更加均匀 更加合理 更加能够凸显我们女孩子在画面中 然后我们把目光放到右边的图片 那右边这张图片 我相信大家一看 就可以结合刚才的视频回忆起来 这是我们二楼的一个画面 对吧 那回想到二楼其实我们也发现 这几颗白画木是固定在屋子里的一个装饰 也就是说你是躲不掉的 它也没有办法移掉 那在构图中也不可避免我们把它收录进来 那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画面中没有右边的这个人偶的话 那整个画面可能就会有点失衡 对吧 有点失衡 这边有点小 那这边可能浅色的面积就过于大 所以我们把人偶悄悄地移到这边 所以我们整个画面就有一个三分构图的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感觉了 那同时这边是一个直立的感觉 而这边也是一个直立的感觉 我们的女孩子是轻轻地腾空坐在椅子上 那在这个整个画面中 它又是一个比较轻盈的存在 那光线 这是一个逆光的环境 对吧 窗外是一个比较明亮的光线 所以我们为了背景大量地过曝 我们拉上了窗帘让光线变得比较柔和 那在这样柔和轻盈的画面中 我们女孩子是成为我们画面的一个中心 同时也是我们三分构图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焦点 那就是既平均 然后又有视觉的一个重点 最后我们看到下方的这张图片 下方这张图片很明显 如果我们把女孩子去掉 那我们发现整个画面的背景 就是一个大G型套 一个小G型 对吧 大G型套一个小G型 那如此方方正正的一个画面 用来拍女生人像 可能就会显得过于的矮板 所以我们女生的一个坐姿 我们看到头部微微低下 和她的一个大臂形成一个曲线 同时她的一个腰到她的一个大腿 又形成了一个曲线 最后她的小腿沿着腾椅弯下 那她这条裙子的褶皱 也是很好的帮我们把这个曲线进行一个柔化 所以在这样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 略显矮板的背景中 我们的女孩子以一个漂亮的曲线存在 那我们这种柔美婉约的感觉就一览无余了 然后我们再发现这个画面的颜色 其实是一个比较素色的画面 对吧 是一个比较素色的画面 但是在这个素色中 这一瓶黄花起到了一个很棒的点缀作用 黄花成为了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亮点 让整个画面活起来了 同时黄花在这里它也有一个作用 什么作用呢 它把外面直射进来的阳光挡住了一小部分 让我们整个画面不会有过多的一个背景的过曝 而让我们的画面充满了细节的感觉 所以我们发现环境人像真的是 我觉得是比较挑战的一种拍摄 你要去分析环境的一个构成 有些环境你是可以去改善的 有些地方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改善 对吧 有些光源是固定的 你要去迎合光线的方法 迎合整个环境 然后把你的人物在环境中安放妥当 和你的环境进行一个有机的融合 去创造这个美丽的画面 那刚才看完了我们对于环境人像的一个演绎 一转眼 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充满细节 很细腻的一个世界 对吧 在这样的画面中 我们发现女孩子的形象 错落有致 似乎把我们带回了那个非常宁静的下午 似乎一切都栩栩如深 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个栩栩如深 其实也是我们拍摄人像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面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难以达到的一个方面 所谓身临其境 那我们想 如何可以让你的读者 在看你的图片的时候 就感觉到是身临其境 栩栩如深的呢 那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细节的图片 又或者说这样细腻的图片 我们有哪些要点去进行拍摄 那首先我们发现很明显的一点 这样的图片它都比较干净对吧 画面中只有你的焦点 也就是说你想突出哪一个细节 那画面中可能它就会被这个细节占满 而其他不需要出现的一个元素就不会出现 不然你的画面就会显得过于的灵乱 第二其实也是为了突出第一点 如何让你的主体更加突出呢 有时候我们就会去使用大光圈对吧 大光圈可以让你的主体更加的突出 更加清晰 同时它会让你的背景虚化 不需要出现的 它就可能就隐去在你的背景中 让你整个画面的主体就更加突出 那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突出 我们想要强调的一个细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其实细腻画面的拍摄 或者说这些细节的刻画 其实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拍摄细节 而拍摄细节对吧 我们不是为了要拍蛋糕而去拍摄蛋糕 而是可能当天下午 这个蛋糕的香味吸引了我 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感染了我 打动了我 所以我把它拍摄下来 比如说第二张图片 女孩子在玩弄这些猪猪的时候 大猪小猪落鱼盘的声音 始终这样清脆的声音 回荡在我耳边 这个画面打动了我 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细节的画面 刻画下来 那同样第三张画面 如果现在再让我看到 我就会想到那天下午 稀持一低头 它就有一种芬芳的这种香气 飘过来这种感觉 同样第四张图片 在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 我就会回忆起那天下午 跟它一起插花 然后手指上似乎可以摸到这个花瓣 有点湿漉漉的 但是软软的这种触感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细节画面的一个刻画 让我们的画面 似乎从简单的一个视觉 一下子感官就提升了 感官丰富了 它带来了味觉 带来了听觉 带来了触觉 带来了味觉 甚至带来了嗅觉 对吧 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的感官了 那这样的感受 其实就是让读者感觉到栩栩如生 如临现场的一个关键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优美 细节丰富的环境中进行拍摄 考验你的可能就是对于环境人像一个构图的组织 人物和环境的融合 现场光线的运用 还有对于细节的一个把握和捕捉了 好了 下一次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一个环境优美 细节丰富的地方 不要忘记今天这堂课上我们分享的一些小心得哦 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秘密 如果你希望拍摄这样的图片 你可以在你所在的城市的咖啡馆 花店或者一些小的手工工作室去寻找 也许你也会有同样的灵感呢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再见吧